好,那从这节课开始呢,我们来看一下,Lyravel的一个数据验证,数据验证呢,当然包含着POST请求和Gate请求,是吧,它所有类型的请求,只要是输入的数据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验证,是吧,当然,那这样的话肯定就包含表达验证,是吧,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到底要怎么去验证它呢,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路由文件里,是吧,路由文件,这里只有一个最基本的路由文件,Test, 那我们这次打算用一个controller,是吧,controller叫什么呢,叫test,controller吧,controller,啊,好,我们还没有建立这个控制器呢,我们现在把这个控制器建立一下,说是,php,artisan,make,是吧,controller,make,controller,后面跟名字,是吧,test,controller,是吧, 好,可以,有了,我们看一下,test,controller,那其他的方法我们都不需要,是吧,事实上我们后组可以跟一个flag叫plane,然后它就给你创建一个,里面没有其他预设方法的一个,呃,一个这个,空的controller,是吧,都可以,public function,然后我们要叫一个什么呢,比如说,呃,叫一个create,创建,这个都可以,啊,比如说我们用,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创建用户,是吧,比如说,对吧,不一定,只要输入数据,那是怎么输入呢,是不是我们,数据是,那请求就是request,是吧,request,等于什么呢,request,request,哦,是吧,等于request,哦,所有的请求都在这里,不管是get还是post,是吧, 当然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删掉,不用,不用这个,是吧,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像快捷方式一样的东西,fasad的那个东西,是吧,所以我们不需要说,把所有的命名空间全部加上,已经有一个fasad的,所以不需要,是直接填request的,然后第二项是valid, 这个,这个,这个,就可以了,那底下这里,我们可以说,啊,make,开始验证,是吧,验证什么呢,数据是什么呢,rq,是吧,rq,那第二,第二个传参是什么,它就是,验证的,一个,规则,是吧,比如说,username,我们说,呃,它的长度,它的大小,是吧, 它必,它必须得有,是吧,required,如果是空,就不行,是吧,那我们就先给一个required,是吧,那我们说,还有什么呢,比如说phone,是吧,电话,其实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都可以验证,是吧,电话是什么呢,它是电话一般都是纯数字,是吧,numeric,好,这个make方法呢,会返回一个对象,我们把这个对象叫validator,也叫validator,是吧,只不过是一个,啊,小,小写的这个validator,是吧, 我们说,if,validator,怎么样,fails,是吧,如果fails,返回,返回什么呢,返回错误信息,是吧,validator,怎么样,errors,errors,啊,返回错误信息,那如果验证成功呢,那就返回什么呢,验证, 验证成功,是吧,好,验证成功,好,那在testcontroller里头,我们这里就要给一个方法,是吧,每起方法名create,是吧,创建,那这个时候我们试一下,我们写,test,是吧,test,回车,它说验证成功,那其实,这个地方,反而有问题, 因为我们有一项是必须得有的,比如username这一项,它是required,是,我们这敲错了,是吧,少了个d,是吧,required,所以说, 它就会报验证成功,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加d的话,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规则了,是吧,然后自定义规则,我们并没有定义这个规则,所以,它就默认为通过,那这样的话,如果host加required,那它本来预设就有这个规则,那好,我们再刷新一下,试一下,好,它说,username field is required, 所以,username这一项,是必填的,是吧,那么我们现在,什么都没有,那我们可以把这个rq打印一下,看一下,它是一个空,是吧,它既没有post,也没有get, 我说dd,rq,好,看一下,空,是吧,空数组,好,那我们传一些直径了,比如说,我们传username,等于什么,是吧, 还有phone,是吧,phone,等于什么呢,等于空,是吧,它说验证成功,是吧,验证成功,那么else,我们先echo,echo什么呢,验证成功,然后我们返回,我们再返回什么呢,这个validator,就返回一个rq,所以我们把所有的rq返回一下,就是我们所有的request,是吧,好,刷新,验证成功,你看username是咱们输的这个,phone呢, 它是一个空,空字符串,是吧,什么都没有,phone是numeric,如果我们想让phone也变成,变成required呢,必须必填项呢,那我们就可以在后头跟着,哎,用,用一个pipe,这个符号,来把它隔断,是吧,required,required,required,phone,你看,它现在同样的,同样的信息,它现在就开始说,the phone field is required,是吧, 因为我们没有填phone,那如果我们现在把username这个地方也给它删掉,会发生什么事情呢,你看,它说username有一个错误,the username field is required,phone,the phone field is required,是吧,所以说,它这个时候就会把所有的错误都给你报出来,是吧,那好,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都填上吧,这两个纸全都给人家填上,phone,那比如说,我们填,哎,比如说填个,abc吧,你看,the phone must be a number,是吧, 电话,它必须是数字,是吧,是必须是numeric,是数字类型的,对吧,哪怕它是字符串,但是字符串也必须里边是数字,是吧,它会转化这个,它一旦发现,里边有不是数字的,它就会保错,是吧,那也是一样的,那我们验证用户名的时候,其实我们一般来验证什么呢,其实就是验证一个长度,是吧,用户名,最长度,最长最短是多少,是吧,那我们有一项叫什么呢,min,是吧,min,是多少呢,最小长度是多少, 比如说一般是4,是吧,那max最大,最大长度是多少,max最大长度,一般给32,是吧,或者16,都有,是吧,那好,我们刷新一下,你看,它没有错,因为这个是符合规则的,是吧,那我们现在删掉几个,我们就,呃,韩算了,是吧,乔个韩,它说,它说,username必须至少有四个字符才行,是吧,至少有四个字符才行, 那除了这个,还有其实一个,还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,叫between,是吧,between什么呢,between两个数,4,32,是吧,32,4,32,那我们刷新一下,你看,它又变成,the username must between 4 and 32 characters,是吧,所以说,这两个都可以,其实用之间更方便一点,因为它这个报错信息更加的准确,是吧,the username 必须得小于多少,大于多少,非常准确,是吧,好,那还有一个,那用户名,它必须得,是一个唯一的,是吧,也就是如果是一个新用户,那个用户名不能存在,是吧,它一定是一个,在数据库里查到,查到结果为零的一个,呃,用户名,是吧,所以说,这里就要说unique,是吧,唯一性,要检查这个唯一性,是数据库里是不是已经存在了,是吧,unique什么呢,是吧,哪张表呢,你要指定这个表明,是吧,是吧,我们的表明叫username, users,那就在这里指定users,是吧,好,我们刷新,没有任何问题,是吧,因为这个,这个username,首先连这个都没有通过,是吧,然后我们比如说通过,通过一个,没有问题,对吧,这个它会自己去帮你在数据库里去检查,是不是存一存,已经存在这样一个用户了,非常方便,你看,这是很多条,验证规则,你看,短短的半行,就已经把这些,很麻烦的一些规则,通常我们要写很久,是吧, 基本上写一个类,写出来的一个东西,在半行之内搞定了,是吧,这个呢,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据验证,是吧,数据验证,嗯 多 shoes 多谢